这只有巴掌大小的妹子玩具 每一个细节做的都很到位 那我还是爱个给他们检查一下身体吧 你不要过来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文 今天一次给大家带来三款有九级色出品的 小比利可动玩具混沌前线系列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款狙击手林 短发妹子绝对是硬朗的代表 外套大衣上面也做了很多旧化的效果 并且鞋子看上去也很有未来元素 外套里面则是一身校服打扮 武器方面为我们附属的狙击枪一把 枪底上也做出了哑光的磨砂质感 整体造型看上去非常帅气 同时在可动方面也很不错 接下来我们看的第二款工程师利 该说不说这配件是真不少 让我意外的是这小比利的偷雕刻画 竟然如此精细 而且这身材也真的是太好了吧 服装上也把机械师全身布满油质和污质的效果 拿捏的恰到好处 不过这机械手臂上的肉色关节有一点点穿帮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深红色的喷管 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怎么样兄弟们效果是不是不错 配件为我们搭配了工具箱一个 两个用来修理的工具头可以自由替换 最后就是小锤子一把 整体搭配出来的效果和设计感还是很令我满意的 接下来我们看的最后一款女服 大家可不要被她楚楚动人的表情所蒙骗 看到她的这些武器是不是有一种毛骨俗然的感觉 剑刃上有刻线的设计 而短刀也做出了开刃和金属的质感 整体呈现出来的造型非常冷酷 给人一种外表和内心观察很大的压迫感 大家发现没有 九级社的这个混沌前线系列 推出的都是一些妹子角色 并且每一款都非常有设计感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视频最后记得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